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星 阿星现在在河南周口西华县的逍遥镇 这个小镇的名字很好听 逍遥镇 这么好听的名字是谁起的呢 清朝的时候当差的一个支县在这里 他当了四年差 临走的时候他感觉这里是 百姓安居乐业 商业繁荣 临走说了这么一句话 天时地利随人愿 任职四载是乐逍遥 逍遥镇就这么来了 一提逍遥镇 全国到处都能看见一个胡辣汤 打了名号就是逍遥镇胡辣汤 接着咱来这一定要尝一尝 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是河南的名优小吃 但是我一提逍遥镇胡辣汤 隔壁的邻居就不服了 哪呢 是北五渡 北五渡也出产胡辣汤 北五渡的人就说 逍遥镇不好喝 来我们北五渡喝 今天这期视频 咱就两个地方都尝一尝 走着 有麻烦都尝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看我身后这广告招牌 在整个小小镇有很多 几乎每一家胡辣汤老店都是带培训的 每年少数一家店都要培训几千个徒弟 我的身后这几家店 这条街过去都能看到大锅大灶是啥呢 就是胡辣汤用具 什么锅碗瓢瓶要啥有啥 这就是卖胡辣汤调料的 这不是药店吗 这写的是龙翼河药店 这也是百年历史的药店 它这个玻璃上就印着 饺子 包子的调料 胡辣汤的调料 但是大多数的人比如说来进货 人家还是会去调料市场 为啥我带大家来这呢 就是因为百年历史的药店 它竟然卖胡辣汤调料 证明啥呢 证明当地人说的 胡辣汤它其实就是一个补品 是一个药膳 来 咱看看 可以买半斤是吧 行 让我看一下 好 你们自己抓的 自己的药汤都给人家外边发的一层包 各种各样的调料 对 咱家这药店是百年老店 百年老店 百年无一盒 你就看以前这些老箱子 看没有 各种各样的 这一个料大概有多少种 二三十种 嗯 二三十种 已经调配好了 对 站在这这种调料味特别浓 本身走到这个街上 感觉这胡辣汤味就够浓 三十分也可以吧 行 好家伙 这下就算进了人家这个药店的药材库 你看这 满满的各种各样的料 这个看起来感觉就跟这个十三香一样 跟五香横也差不多 但是这里头有二三十种的调料 看这专业的是大碎鸡 这就是一个大的容器 应该都打到这里头 一布袋一布袋 回家拿这个煮羊肉煮牛肉 味道应该特别好 这个逍遥镇不大 小小的镇上就有很多家胡辣汤店 其中三个最有名三大金刚 一个就是高群生 还有这个 看 老杨家 还有这个是老童家 咱就吃这个老童家 很有意思的是啥 这家店它一圈全是售卖各种面点 还有胡辣汤的 来看 比如说这个档头 就是这个水煎包刚出锅的 太香了 这是胡辣汤 碗都在这排着 再往这走 还有各种刚刚的饼 你想吃啥就随便啥 还有麻团 菜脚 油馍头 油条正炸这 刚炸出来的 这坡是看起啥的东西 还有这河南的厕色 大炒饼 这边过来 还有肉盒 菜味 还有肉盒 所以我说 health Pour 车 fare 喝 莫 喝 一定 鸡蛋 这面点是分两类的 一个是带馅的 一个是不带馅的 今儿咱尝尝带馅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一会去北五渡 咱还能再吃一顿 那个地方咱就吃不带馅的 先来个胡辣汤 你好 大姐 说的哪一样 就这两种是吧 这个也是五块的 这个是十块的 一个是十块的 你过来一碗有啥区别 就一个好一点 对啊 十块的是金汤 对啊 带馅的有很多 但是必点的就是水煎包 来 绝配啊 来 大哥给我来个水煎包 我来三个 一块钱 一块钱 三个 那给我来两块钱 在这吃 它这是分成各种档口 每个档口单独付钱的 两块钱 给个小盆 两块钱 菜脚咋卖的 一块 一块五是吧 一块 一块 给我来一个 多大 大哥给我来一个肉盒 好嘞 刚出锅了是吧 还冒热气 拿这个热的 多钱 五块钱 一块钱是吧 好了 现在就齐活了 去端了两碗糠 好家伙 这有点太多了吧 这太丰盛了 一会还有一顿 一直从小到大就喝这个小盐镇的胡辣汤 现在终于来到了总部了 来到基地了 这顿是23块钱 相价比非常高 这两碗看一下有啥区别 这个就是10块钱的 叫金汤滋补的 这个就5块钱 就普通的 就是因为加了枸杞 当然除了枸杞 应该还有别的东西 就是滋补的 它上面都淋了点香油还有醋 咱都搅一搅 你这么一搅动发现 其实也没啥区别 还是有区别的 你看 这边明显肉多 这边肉就少一点 这一碗好的胡辣汤 分三不好 就是先闻 再看再尝 闻是啥的 闻就闻 哇 香不香 真香 再看是料丰富丰富 颜色正不正 一看我也分辨不出来 因为咱不是本地人是不是 咱只能最后一步 就是尝一尝 果然是不错 名不虚传 从小到大喝的和这个味 就是两种区别 它这个是特别的浓 很辛辣 味道很重 最主要是 这个牛骨汤也很香在里 嗯 这胡辣汤里有啥东西呢 最多的就是面筋 每天纯手工做的 厨师都是凌晨起床 这个就是牛肉 还有木耳 还有少许的粉条 最主要就是汤汁 你看 特别粘稠 你别小看这个粘稠度 除了味道之外 光这个粘稠度也是有技巧的 这都是绝密 每家的秘方 很多店就做不出来这么粘稠的 甚至是放一会就卸了 你看在大汤的时候 一个大锅 这个阿姨就拿一个木勺子 为啥要拿木勺子呢 就是温度不一样 如果拿那种铁勺子 它温度比较低 它慢慢搅和搅和就卸了 拿这个木勺子就不容易卸 吃完5块的再尝10块的 这顺序可不能颠倒 为啥的 吃完10块的怕这5块钱咽不下去了是不是 这个味道还真的不一样 它这个比较淡一点 但是汤味 肉汤味更浓一点 但是我觉得没必要 这个5块 这个10块好像差太多了 如果这个7块钱还可以 这两碗喝起来给大家建议一下 年轻人可以喝这个 这个就口味重一点 料重 这个肉汤味更浓 更醇厚一点 而且还有一些枸权滋补的 适合老年人或者是口轻们 小朋友 这个胡辣汤在古代叫盐年益寿汤 它是怎么来的呢 你看每一家都会贴着一个来历 盐年益寿汤一听这个名字 可就不是普通老百姓喝的了 这是皇上喝的 这是补品 皇上喝的为啥会来到民间呢 这里就讲到靖康之变 靖康之变的时候 做这个汤的御厨姓赵 让它一路南逃 就逃到了潇洋镇这 感觉这风水不错 就把这个方子带到这 虽然每家店都印着这个 但是这就是个传说 但是它这个时间是有理有据的 为啥呢 因为这里头用的最多的就是胡椒 这个辣味 这个胡椒是从汉代的时候 中亚人传入中国的 在唐代的时候是大面积推广 资质通鉴上讲过 当朝的宰相元宰 因为贪污受贿 抄家了 抄家以后宰他们家了 就翻出来810的胡椒 你想 那个胡椒当时多么珍贵 只有达官显贵才能够品尝这个胡椒 到了明代 才慢慢能够融入百姓的生活 810是啥概念 一时就是现在的60斤 810就不少了 延年一手汤 别小看这个胡椒 大家觉得这810的胡椒就是一时60斤 也没多少 值多少钱 臭老 在古代的时候 这个胡椒非常珍贵 非常稀有 它是硬通货 可以说跟货币一样 你像在明代 在唐代 甚至在全世界很多其他国家 古代的时候这个胡椒都可以作为钱 什么钱呢 就给官员发工资 发这个胡椒 口齿留香 弹幕 有的人正在敲键盘 我刚才看见有人说 阿星你说错了 这不是一时 这是一旦 你看看 我专门研究过 就是一时 古代标准的想法就是一时 这个一旦是近代出现的 还是口音 口音大家大面积都承认这个说法 包括好多电视剧 古装电视剧里就是 一旦粮食 一旦啥 其实应该读一时 牛肉粉条的盒子 看里头馅很多 面很软 外头油炸的又很酥 这肉盒在泡点汤 哇 太香了 再尝这个菜脚 韭菜粉条 这俩虽然好吃 但是吃胡辣汤 当地人配的最多的 就是这个水煎包 这个水煎包分肉和素 素的是韭菜的 我觉得素的好吃 好吃的 来到北五渡 好 我现在驱车一个半小时 来到了北五渡 这北五渡也是一个镇 这条街过去 我感觉比逍遥镇的胡辣汤店数还要多 基本上打的门牌都是 钉式还有闪式的 就是钉什么什么 闪什么什么 我身后这家就是 北五渡正宗的闪一家胡辣汤 也是一个老店 来 尝一尝 给我来一碗牛肉 再来一个豆腐脑 豆腐脑就是白豆腐脑 这是虫卡的 一碗牛肉 再来一碗豆腐脑 再来一碗豆腐脑 搭配到一块儿 哦 再来一碗豆腐脑 再来一碗豆腐脑 搭配到一块儿 哦 他家这个胡辣汤分牛肉和羊肉 我要的是牛肉的 这一碗是6块钱 它没有优质 这个是1块钱 这个很划算 豆腐脑是1块钱 也可以加点糖进去 我说不要加糖 为啥呢 咱要来个凉饺 它这个面筋和小小镇不一样 这是这样的 感觉发起来孔孔状的 粉条是有的 但是墨儿没有 另外颜色就没有那边好看 小镇那边是金黄色的 这个感觉有点偏灰褐色 真是这胡辣汤一加一个味 这个味道和小镇是完完全全一点都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的 它这个麻味还有调料的口味比较轻 但是肉它味非常的纯厚 很香 然后面筋摇起来 没那边就搅走 但是你要说哪个好喝呢 我觉得都挺好喝的 粘稠度都是一样的 很粘 胡辣汤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你不管是远看还是近看 还是嚼起来看 都非常的丑陋 很难看 就好像一个才华横溢的男人 但是长得不好看是不是 虽然不好看 但是当你一口下去 回味无穷 有才 胡辣汤这个美食很有意思 虽然是遍布全国 但是它稍微挪动一点地方 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在小镇 再来到北武洞不一样了 这俩中间还加了一个洛克 洛克的胡辣汤也很好喝 味道也是不一样的 别说在当地了 就是去了西安 就变成胡辣汤 里头加肉丸 加蔬菜 到了安徽成了辣胡汤 就是素的 辣胡汤 我刚才说到西安的肉丸胡辣汤 肯定西安的乡长就开始争了 河南胡辣汤没有我们的好吃 河南当地人就不服 说我们才是胡辣汤的正宗 你们是学我们的 其实我跟你讲 完全没必要争 为啥呢 这首先就是俩东西 这两个地方美食都是有地狱性的 为啥我说这是两碗胡辣汤 是两种东西 就是因为人家连名字都不应 你看 我不是活着八道 虽然都叫胡辣汤 但是西安那个胡 你仔细看一下 在门盘上印的是米字旁那个胡 这个是胡萝卜的胡 是不一样的 名字都不一样 你说它味道能一样吗 其实西安的那个 更像加了蔬菜的牛肉丸子汤 这个就是纯纯的胡辣汤 它加这个味道 我刚才喝了几口 越发觉得很咸很咸的 这个盐度 我看要比肖要重两倍 特别特别咸 刚好因为很咸 咱就来一个胡辣汤和豆腐脑的两饺 这也是当地的吃法 为啥当地有这个吃法呢 就是因为这个胡辣汤本身是个重口味的早餐小吃 有些老年人孩子 他受不了这个口味 如何调咸淡的 你怎么能加水进去吧 这个时候一块钱的这个豆腐脑 然后往里头搅拷一点 这样子就可以中和它的咸度 还有就是我觉得加了豆腐脑之后 口感更顺滑 这些面碗是没有馅的了 像这个是油磨头 这个就是饼子 这个刚才叫啥 那个大姐说应该是什么 肠油饼之类的 它尝尝这个 看着很酥 有点像麻叶 但是它是厚厚的 这个还要站进去吃 这个油磨头就是小油炒短短的 这个也给它泡一下 嗯 今天把肖油镇花辣汤和北五度的花辣汤 咱都喝了 我觉得是各有千秋都很好吃 这是实话 但是在当地 各有各的拥戴者 各有各的支持者 甚至开封人都蹦出来说 其实我们开封的花辣汤是最好喝 但是我觉得不能比为啥呢 因为每一个美食在当地都有很浓的当地属性 如果你想知道到底哪一个更好吃的话 可以亲自来尝一尝 好 那就这样